好 脸书粉丝团帮我们按赞 搜寻全球新观点 就会找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而至于在YouTube上面呢 也是搜寻全球新观点 或者是非凡商业台 就会出现我们的YouTube官网 所有精彩的影音都在上头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谈的专题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啊 他自从宣布要参选总统 顿时从全球知名的企业家 变成政坛实力最强的新鲜人 当充满霸气的这个企业家 要放软身段 鞠躬哈腰赢得选票 而当手下的员工都变成民族的头家 人民才是老板的时候 郭台铭郭董事长的挑战 才正要开始 不过对于持有鸿海的股民来说 他们最关心的当然就是 一旦郭董如果真的去选总统 当总统了 那鸿海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而他的供应链们当然也很紧张 如果这个鸿海帝国 没有郭董的掌舵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据说苹果的执行党库克 昨天一收到消息 马上第一时间致电关心 传出来库克打电话到鸿海 给这个郭台铭郭董事长了解一下 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那根据呢 这个路透社的报道说 有一名熟悉鸿海公司内部的人指出 库克已经在昨天联系上郭董了 他说库克呢跟这个郭董 两个人之间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 所以鸿海呢作为苹果供应链 最大的代工厂商 身为苹果营运掌舵者的库克 打电话给他的合作伙伴 对于这个供应链是否会受到一些影响 来进行了解 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呢 日本的经济新闻却说了 如果郭董真的参选的话 鸿海恐怕会大乱哦 为什么呢 因为郭董啊 其实他在经营这个鸿海帝国的时候 向来都是以独断经营闻名 那高层也透露 在公司通常也都是 郭董决定一切的事情 那如果说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 这个郭董因为参选总统 而卸任 那有可能会让集团的经营 陷入一些些的这个混乱 不过鸿海自己怎么看呢 鸿海集团是说了 其实啊 他们现在旗下的各个事业群 平常都是独立作业 而且是由专业的经理人在负责的 所以其实影响不会这么大 不过有外媒引述 鸿海董事长特助胡国辉的说法 说郭董啊 就算退出鸿海的经营阶层 专注选总统 也不打算放弃董事长的职位 因为郭董先前并没有说出 辞任的相关字词 只是在董事会四五月份 拟出新董事名单之后 强化董事经营 将他的个人色彩降到最低 因此公司未来的方向 还是会由郭董来参与指挥 不过总体来讲 鸿海对外的发言 还是在这里 他说基本上呢 他们的营运层层把关 每一个部分都有人负责 所以其实由专业经理人负责的情况之下 大家不要太担心未来的鸿海帝国 好 那我们看到了虽然郭董最近在忙着 这个参选 那总统大选固然重要 但是鸿海帝国其他的投资 他当然还是要关注哦 眼下这个美国的威州投资案 就等着郭董出面来解决 因为记得吗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专题说了 因为美国的威州州长换人做了 那郭董先前的合约 是跟之前的州长签的 那现在这个州长一上来之后 对于先前那个州长所签的 威州投资案 似乎有很大的这个问题 他认为其实现阶段这个投资案 可能要重新谈哦 为什么呢 因为前威州州长华克 他跟这个郭董在签约的时候呢 曾经提供了40亿美元的税付补助 好 两个人手握手来谈定的这个签约案 那当时呢 其实傅志康就有承诺 他们会在这里新建面板的制造厂 而且为当地创造一万多个就业的机会 那现任的威州州长 因为他选赢了 他选输了 所以他对于他以前的政策 开始有一些维持 那威州的州长现任是艾弗斯 他就说了 因为傅志康承诺的这件事情 并没有做到 什么事情呢 他们没有履行创造就业机会的承诺 根本没有创造这么多个就业机会 所以傅志康在威州的这个同资 可能这些条件或者是当初说要提供40亿美元的补助 这个部分就要重谈了 那当然郭董还是有办法解决的吗 不过政治跟经济始终脱离不了关系 而外资也都在紧盯台股跟总统大选之间的关联 像是瑞银证券 他们就乐观看待台股的目标 会来到11700点哦 换言之 11000点是不是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越过呢 瑞银证券说 台股很乐观 上看11700点 为什么 几个理由 第一个 外资持续的加码 因为呢 您看到外资今天买超了20亿元 虽然跟昨天买超比呢 金额稍稍的减少 但是已经连续5天的加码了 这5天总共买超了236亿元 外资只要持续买 对于台股来讲 当然是一大助力 那为什么瑞银还看好台股能够继续上工呢 第二个理由就是2020年的总统大选效应 他们认为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呢 在这里已经宣布要正式参选 进行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了 那如果两岸关系 都能够正面的发展 就能够吸引国际的资金流入台湾 那当然郭董表态参选 那目前呢 蓝绿两大阵营都还没有进入初选的阶段 但可以说是优先的观察 两岸的关系过去几年来进展有限 那如果未来能够朝正面发展的话 对于外资来讲绝对是2020总统大选的观察焦点 那瑞银就认为如果两岸关系能够往正面发展 就会进一步的吸引国际的资金流入台股 那资金一进来 这个资金狂潮就有机会把台股卷上更高的位阶 所以瑞银呢 看台股有机会来到了11700点 那除了瑞银之外 我们看到了大摩 大摩其实他们也调升了台股的高点预期 他们认为台股呢 11000点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提到了两大理由 这就跟瑞银有一些些出入咯 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在于国际的资金 大摩同样也是跟瑞银一样看好的 那他们是认为说呢 这个国际的资金再加上台积电的加持 因为外资进来 台股的本益比扩张 台积电呢 因为财报比先前还要来的乐观 所以这都能够让台股乐观的 往11000点来站稳 国际的资金持续的进驻 所以台股的本益比就会扩张 那再加上这个研究团队 对于最大的权王台积电 前景是乐观的 比先前还要乐观 所以这两大利多的带动 让大摩认为1万1000点站稳 没有问题 好 这个看法跟瑞银的这个看法 其实相对来讲 他们认为资金行情是存在的 这是相同的 但是对于总统大选的这个部分 大摩反倒有一些些担心 大摩认为2020年总统大选 结果难料 投资人难以预测 恐怕会加深市场的波动度 所以对于所谓的郭台铭 郭董事长参选 亦或者是蓝绿两大阵营 到底最后谁当家 会不会变天 还是维持现在原来的原貌 好 他认为这个结果 现在真的是太难猜出来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预测 总统大选到底对台股 是利多还是利空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台股 不管理由如何 瑞银还有大摩 他们基本上的论点都认为 台股能够站稳一万一千点 那既然国内的因素是如此 那在台股站稳一万一千点的时候 美股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昨天晚上美股股市是涨跌互建的 但是有一个指数 领先创下历史新高哦 这有一个领先的含义 那就是纳斯达克一百指数 纳指一百指数 我们看到它从去年年底的低点 5899点反弹以来 今年涨了多少 涨了三成 而且昨天在美股股市 小张小跌的情况之下 它居然还领先的创新高 昨天收在7680点 涨了百分之零点三四 已经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哦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美股股市的多头 蠢蠢欲动 可能很多投资人会问说 我们平常听的都是纳斯达克指数 那你讲的这个纳斯达克一百指数 是什么它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呢 因为纳斯达克一百指数 它是由美国我们平常看到的 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当中 市值最大的一百档个股 再把它抽出来 组合变成这个纳斯达克一百指数 所以你要想哦 纳斯达克指数大家都知道 它是电子类股指数 苹果啦 高通啦 很多的这个电子科技类股 都是在纳斯达克指数里面 所以只要纳斯达克指数涨 我们就说电子股 其实昨天气势非常的磅礴 那如果把纳斯达克指数里面 市值最大的一百档个股 最厉害的一百档个股 再拉出来组合变成 这个纳斯达克一百指数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 他们的先前部队 已经领先在创新高了 所以纳斯达克还有这些电子股 也有机会再跟着涨呢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 这个指数非常重要 既然昨天看到纳斯一百指数 先已经领先创新高了 当然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它内涵的原因 为什么能够涨呢 当然就跟我们昨天专题当中 已经领先告诉您的大消息有关系 那就是高通跟苹果世纪大和解 所以昨天台股的大涨 其实并不见得是因为谁宣布参选 而是因为这个大利多 高通跟苹果宣布大和解 所以废半季的嘛 前天大涨也激励了昨天台北股市上涨 那这个效应也延续到昨天晚上 纳斯达克一百指数又领先创新高了哦 晶片股全面走洋 这对于台湾的 比如说台积电啦 或者是这个晶片股来讲 真的是大利多 因为这是一个长线的这个大单哦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晶片厂 这些的供应链骗及了全世界 所以纳斯达克一百指数 出现了领先性的拉高 那今天晚上是不是科技类股 还能够受到这样的效应影响呢 财报当然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焦点 那美股在昨天休息之后 今天能不能够因为纳斯一百 昨天领先创高 今天再攻呢 除了看科技类股之外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看一下 美中双方的贸易进展 因为现在川普又是出来好消息 说两方啊谈得很顺利 因为华尔街日报就报导说呢 现在整体的进展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 预估五月底或者是六月初就会举行川习会 好 我们再来扫描一下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 其实在四月初的时候呢 双方就已经释出这样的讯号咯 说四周之内就能够达成协议 而四月十号的时候 这个美国财长梅努钦就说 因为这个协议签好要执行 所以双方将会设执法单位 而川普就说了谈判将会获得成功 四月二十九号美国的代表 莱特海泽要飞往北京 大陆的代表刘鹤 五月六号要飞往华盛顿 两个人在进行会谈之后 现在传出来 五月二十六号到二十八号 有可能这个川普要来访问日本 好 外界就在猜了 因为呢 川普先前有说过 他希望川习会能够在中国 或者是美国的领土上来签署 但是中国他比较偏向 希望能够在亚洲来举行 所以呢 这个国际媒体CNBC 就引述了这个匿名人士的报导说 会不会川普在五月底 要来访问日本的时候 干脆就在这里举行川习会呢 那就符合了中国 希望能够在亚洲来举行 川习会的这个愿望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个双方现在都在往前一步进行 那中国又在做些什么呢 路透社就说了 为了要缓解美中啊 他们现在这个贸易争端 所带来的风险 所以中国政府正在草拟 刺激的消费政策 这对于中概股来讲 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影响哦 这个刺激起来 买气起来 股价有没有机会跟着动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像是他们推出的 秀车换西车 有一些换购的补贴 如果您购买家电的话 有可能要补贴您13%的费用 好 内需起来了 对GDP当然会有刺激 所以大陆低级的GDP优于预期 我们看到它低级的GDP 6.4% 在政策带动经济扩张 舒缓了美中贸易风险的情况之下 由于预期 而这个6.4% 会不会就是一个相对的谷底 那当然在整个后续 美中的谈判 是不是真的顺利 能够在5月份就能够签订 小米这样的美中贸易纷争 而完成川习会 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呢 我们继续来追踪